繼續一如既往,多謝Patreon的兄弟支持,令到我在Youtube可以繼續免費出片 今天就補回這場波,曼城對紐卡素 但其實昨天本來是有一場愛華頓對曼城 不過暫時已經延期了,大家應該知道為什麼 就是曼城那裡出現了群組效應,有很多人感染了 其實英國那邊已經有疫苗了,看看可不可以盡快安排運動員接種 因為運動員工作是不能戴口罩的,他們應該是最急的那一群人 還有英超是英國的精神食糧,要保住才行 也希望曼城那群人盡快康復,也希望不要惹到紐卡素那群球員 聽說阿仙奴那邊也好像有問題 或者是阿仙奴對曼城的時候,阿仙奴惹這個曼城 曼城希望這次不要惹紐卡素 現在就看回這一場,曼城對紐卡素 看回之後呢,康復 康復,說的是曼城的組織康復 唉,這次看曼城了,終於都不用那麼敏整了,不用那麼冤屈了 這次我真的舒服很多了 十三分鐘的入球了,簡直就是破了密集 入禁區底線地波傳中產生必入球 曼城DNA,哥迪奧拿方程式,終於都回來了 就行了,哥迪奧拿是這樣的 你本來是可以的,所以就說你上一季和你今季季初 到底搞什麼呢? 就是要我說史特寧要拉邊,左右後衛變形系統 這兩句說話說了成年多 那今天呢,終於都做這兩套東西出來,那就得了 柳加索今天五個後衛,收縮防守區域 以往史特寧不拉邊,面對五個後衛必然老鼠拉歸 你今天玩回變形系統,乖乖地,史特寧拉邊 就破了密集了,哪怕對方五個後衛都是防不勝防你 你需要理人家多少後衛,人家一千個後衛你都不用理 你自為這樣用就行了 哥迪奧拿的對手一直都不是人家 那對手是你自己,哥迪奧拿 今天就不只是13分鐘這個入球破過密集 是入球之前就經以不同用這種方法不斷破密集 都是史特寧拉邊做六頁插入禁區底線 而史特寧就真的最適合打右邊拉邊 右邊拉邊六頁插入45度,割入禁區底線 是用右腳first touch和右腳推進 他的成功率就好過他在左邊用右腳腳背 他在右邊用右腳腳內盪少少的位置推 他成功好些 還有他去到底線那邊用右腳傳中 是好過用左腳傳中 還有他在右邊是用右腳扣 不是用左腳扣,又好很多 所以你會看到,萬成拿英超冠軍的時候 是史特寧打右邊的 萬成拿不到英超冠軍的時候 是史特寧打左邊的 更加他打左邊都比較不拉邊的 但他打右邊就比較拉邊了 一個史特寧的位置 所以就真的可以操控萬成幾時拿英超冠軍 當然加上變形系統才是相得抑將的 左右後衛變形入中路 令兩邊進攻點更加拉邊 對方五人的後防線都是防不勝防的 而且今天也看到 簡歇路原來打右後衛變形系統的能力 比他打左後衛的變形系統更強 之前其實我也見過 簡歇路打中間偏左的中場中 上到禁區頂的時候 是曾經有送美直線的經驗,不錯的 但今天簡歇路來到中間偏右的中場中 有時候上這個偏右禁區頂送的直線 就更漂亮 他在偏左用左腳送 即是他用右腳送更加漂亮 就多次送到漂亮的直線 比史特寧六葉插入破密集 原來右腳更加就腳 這個簡歇路變形入中路的侵略性 也都強過獲家 獲家變形在中間都是派牌的 他不能夠在禁區頂送到漂亮的直線 簡歇路又可以 去到這個下半場 輪到簡歇路就不停overlap 又產生到另一種威脅 威脅力又遠遠強過這個獲家 也就是說最近防守 經常失誤的獲家 是時候可以休息多些 多些給簡歇路 就是打這個右閘 另外簡歇路打了右閘 誰打左閘 今天的艾基 打這個左後衛變形都穩定 OK 這個相信就是萬成左右後衛 現在面對密集 要進攻的時候 一個最好的組合 好,講完 13分鐘入球 簡歇路禁區頂送漂亮直線 給史達寧 六頁插入禁區底線 用右腳吸出來 用右腳地球全中 好過用左腳 這個就是根叔 跟道簡 後上插入必入球搞定 賞心悅目 這些才是真正的萬成 雖然入球後 史日寧 有幾分鐘入了中間 不過時間都不長 影響都不大 之後都多回拉邊 一早就這樣就可以了 之前季初 上一季那些浪費了時間 都不知道做什麼 都不知道為什麼 做完沒有結果的事情 不拉邊 面對密集的戰術 明明哥迪奧那鋪牌 以及自己打麻雀的天分 是可以做13腰的 都要去做雞壺 還要是吃不出這樣 你說做來做什麼呢 完全不明白 上一年和今季季初 為什麼在搞這些搞笑的事情 史日寧 如果今季繼續打右邊進攻點 馬列斯又可以考慮一下 納克轉型做主角 打中路 而這個科登就可以長期打左邊進攻點 分輪托利斯就可以變成 這個科登的後備 或者是史日寧的後備 或者是前鋒的後備 而小詩華也可以是馬列斯的後備 馬列斯有需要的時候 又可以輪換 打右邊也可以 很可能是未來一個輪換的出路 剛剛講起小詩華 繼續講他 一開始的時候 被安排打左邊進攻點 當然是沒有什麼速度突破 左邊是沒有什麼用的 是靠右邊拉邊的史日寧 用速度突破的 如果今天兩邊是六頁 都能夠有速度相一起飛 今天應該可以更加早拉開紀錄 不過當然 其實今天艾基左後衛變形 令到這個小詩華多一點拉左邊 都是有些用的 好過不拉邊的 即使他不夠速度 但他有拉 都是有些用的 因為 就是兩邊進攻點拉了邊 這樣就可以拉到這個紐卡素 五人的後防線 你再看回 就是13分鐘的那個入球 就是艾基 他是變形 小詩華就拉了左邊 跟著你就可以見到 就是令到紐卡素的後防線 就傾到小詩華的左邊那邊 才令到史達寧那邊的拉邊 有更加多的空位可以直插禁區底線 所以另一邊進攻點拉邊 其實可以幫到另外一邊的六頁插入 多些空間 兩邊進攻點同時拉邊 他們的距離雖然是很遠 但其實他們是互相幫助對方 那下半場的54分鐘的拉開幾六入球 原理都是一樣的 就是下半場輪到史達寧拉左邊 他又拉了左邊 同樣是可以幫到另一邊的球員 更加有空位 就是插入禁區底線地球傳中 去產生禁區裡面的混亂 拉開幾六贏到2比0 那對面的進攻點拉了邊 其實幫到我這一邊的 拉邊進攻點六頁插入 這個概念是不是博大精深 但其實很簡單 就是照做面對密集 你拉兩邊進攻點 你兩邊進攻點是邊線 都多了空位 其實都不是博大精深 很簡單 簡直是面對密集 最基本要做的事情 就等於你做人要呼吸一樣 你們什麼時候會有說過呼吸是博大精深的學問 對吧 但哥迪奧娜之前 就是死都不呼吸 就斷氣了 今天呼吸回來 就生還了 希望哥迪奧娜以後 懂得呼吸回來 不要再捏著萬城球迷的頸 好可怕 不過今天我都要雞蛋女挑一下骨頭 不會只是讚的 要批評一件事 就是我要批評今天不停被我稱讚的簡歇路的位置 我不是批評簡歇路的個人表演 他的表演很好 我是批評哥迪奧娜安排他的位置 其實還有這個改善空間 我說過他打右後位是對的 不過怎樣打這個右後位 就是改善空間 就是他執行變形系統的時機要再掌握得好些 你會留意到的 一開球的時候 萬城根本還沒差過半場 但是簡歇路就一早 太過早進去中路變形做防守中場 就沒有再在右後位的位置 幫回後防線先插過半場 所以其實是延誤了後場插球 插過半場的效率 因為你不夠後場插球人手 變形系統的最佳變形時機 是要完全插過半場 壓過半場 對方很少再有機會 可以突然之間衝出去 迫出去做龜壓迫 左右後衛才進入中路變形 就是最好的時機 但是如果還沒能夠插過半場的時候 左右後衛太過早進入中路變形的話 而對方隨時可以迫出來了 因為你還在後場那裡 你還在中圈後面 人家迫上來做龜壓迫的時候 你後防線曼城 後場插球就變成不夠人 只剩下兩個中堅 或者只剩下兩個中堅 加一隻閘 另一隻閘不見了 很容易被人在這一刻做龜壓迫 破壞了後場插球 甚至乎很可能會讓成宋大禮 立即被人打反擊的情況 就是完全跟上季對修咸頓輸球那一場 是一樣的 那一場就是這樣 那一場就是新增高太過早 進入中路做變形 而當時還沒差過半場 令修咸頓可以把握 突然之間逼出去 因為他在中圈前線 就是在這個 曼城後防線 中圈後面 就是被修咸頓逼一逼 就立即斷 在後防線不夠人猜 一斷就被人打反擊 輸了那場賽事 就是這樣 那只不過 就是今天的對手 紐卡蘇 就很少做高壓迫 所以就沒事 紐卡蘇 又真的不會像上季修咸頓一樣 在適當的時候逼出去 逼曼城 在中圈後面的後防線 但是難保一件事 就是難保往後的對手 例如愛華頓 是會懂得這樣 隨時逼一逼 因為愛華頓 在兩年前都試過這樣做 曾經是逼到這個曼城 那時候是令到曼城 是有事的 所以 就是這個變形的時機 要掌握得好些 這個簡歇路 哥德納要再拿帶出來 給他看 教清楚他就是變形的時機 不過都說過了 簡歇路變形真的好厲害 希望繼續打這個位置 好,Patreon片尾彩蛋部分 會講講曼城的前景 還有講多些 就是曼城那邊 個別球員今天的表現 打一回答大家 例如市公司的情況 市公司是不是好了 我會打一回答大家 希望大家在Patreon 支持一下 如果你想對於何榮的堅持 去作出實質性的支持 你可以加入Patreon 其實港幣40元都不用 就很幫到手 已經聽完所有YouTube可以聽的片 也有片尾彩蛋 還有獨家的Patreon節目 包括預測和其他的節目 當然就是沒有廣告 7元美金 再加上每個月兩次的專屬直播 收到賽前的陣容 再有30分鐘的直播預測 9元美金 就直接有精裝版的微觀昇華同步 現在的微觀昇華同步 就去到精裝版了 是會對比本周所有的賽事 去來一些更加清晰更加精闢的評論 是不會重複賽後平當中講過的論點 是有更加多額外的 更加深層次的分析 希望在Patreon見到大家 如果你是沒有信用卡 不要緊 你可以放一個拍住上 即是Tap & Go的程式入手機裡面 或者八達通App入手機裡面 然後你就去便利店增值 就可以當信用卡這樣用 好,多謝大家了 拜拜